大家好 我是郭艳修缠 这个视频呢 咱们重点点评 视频饮料板块 那么视频饮料呢 有望率先迎来资金的关注 像海天威业 天威食品 安景食品等技术分析 仅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首先呢 咱们还是先花两分钟 讲一下对大盘的态度 那么对于商政指数来讲的话呢 那么今天 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关心下跌 关心下跌的话呢 最低已经破了2900点的位置 收债呢 最低是2896 那么耳后的话呢 出现当前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么反弹的动作的话呢 其实定性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超跌反弹的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来看 从五分钟角度来讲 当前呢 只是五分钟的一比上 但是五分钟上方的话呢 前面低点3050一带呢 是一个小的压力接点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一个五分钟的线段上 3050点的位置 都不接触 那么呢 冲高过之后 仍然有冲高回落的可能 如果说呢 向上能够把前面的低点给突破 那么呢 最起码呢 大线段下的这种山脉 是被化解的 那么 化解过之后呢 后面呢 任何的五分钟线段回落 只要不破 今天的低点 都可以作为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来进对应 所以说呢 这是五分钟的一个观察视角 因为前面的话呢 对应了五分钟的中枢 然后呢 线下离开段 反筹三脉 再进行下跌 它的背驰关系是被打破的 就是没有背驰 没有背驰呢 当前作为 急跌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反筹的动作 或者超级反弹的一个动作 那么上方3050是一个观察基点 好 这是对于商人指数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食品饮料 那么食品饮料 它的技术表达的话呢 和大盘有截然不同的表达 为什么呢 第一 从前面的历史高点4490点以来 它实际上已经呈现了一个日线的盘整下跌 那么日线盘整下跌的话呢 咱们前面其实也是多次有过跟踪 那么这样的一个日线的盘整下跌 这个盘整下跌的话呢 那么它的内部结构 当前呢 像日线MSD底背鲤 然后的话呢 日线的盘整下跌的内部 它已经呈现的是一个 日线MSD底背的特征 那么当前从2679点以来 其实呢 绝大多数 不管是大盘 创业版 还是说绝大部分 板块指数的都是不断给出新低的 而对于食品饮料的话呢 前面因为调整相对充分 那么在近期 它的一个 表持一个震荡的走法 依然没有破前面基点 而且呢 前面的话呢 带有量能的一个体现 所以说呢 整体表现来讲是 强于市场 强于大盘 强于创业版的 一个表达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它细节 细节的话呢 从30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前面 3655点位 它已经呈现的是一个 30分钟的趋势下跌 只不过这个趋势下跌的话呢 它并没有呈现明显的背词 只不过从2679来讲 它当前走的是一个 以小短大的方式 当前的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理解为 30分钟级别的 二类 内二买附近 那么对应的 这是一个30分钟线跌下 30分钟线跌上 当前的话 前面这是一个30分钟 一笔下 只不过这一笔下的话呢 后面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当现在走的是 一笔上的发展当中 后面的跟踪视角 对于该板块的角度来讲 只要说前面低点 2679的位置不破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 是可以把它 作为30分钟级别 内二买附近的 一个视角来进行 定性 好 也就是说呢 一笔上 后面的一笔下 回落 不管说前面这个低点 破也好 不破也好 那么可以利用集合率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30分钟线段 30分钟线段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破一下前面低点 只要说呢 前面这个位置不破 那么这个位置呢 如果破一下前面 低点 那么是一个30分钟线下 那么它是标准的 30分钟组织练 那么了30分钟线跌 二点买点 如果说呢 一笔上 后面一笔下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利用集合率 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30分钟线段下 来进看待 好 这是对于 食品饮料板块 指数的一个表达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在30分钟层面来讲呢 是一个强底分的一个特征 那么在日线层面来讲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表达是属于 量能 已经达到昨天的二分之一 那么呢 开线的话呢 也是一个 实体反包的一个表达 所以说呢 对于食品饮料板块而言 那么呢 可以考虑 或者呢 可以用30分钟GP2 内买点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 跟踪 好 这是对于食品饮料板块本身 那么我们再结合 五分钟的 走速图来进行观察 五分钟走速图来进行观察 那么可以这样进行理解 怎么理解呢 好 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五分钟的 走速率下 这是五分钟的 大线段上 当前走的是五分钟 大线段下 那么这个位置 五分钟大线段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五分钟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的话呢 先观察的是前面的低点 前面低点的话呢 是2876 也说呢 如果说像今天的一五分钟一笔上 如果说就能把前面这个低点给突破 后面的话呢 五分钟一笔下的回落 主要说呢 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或说呢 破一下前面低点的话呢 但是对应的 它的量能能够保持住 那么对应的话呢 是可以用五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这个五分钟级别机会点 是什么属性呢 五分钟线段上和前面相比 可以当成一个五分钟的 主属键 然后一个五分钟线段下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破一下前面低点的话呢 它完全有可能会上演 五分钟的被吃一买 但是五分钟呢 不管是二类买点 还是五分钟被吃一买 那么它在三十分钟 层面表达的话呢 就属于三十分钟级别的 内二买的一个位置 前提的话呢 就是前面的低点 两千六百七十九的位置不破 好 这对于食品饮料 板块尺硕的一个表达 但是这样进行分析的话呢 只是说它是一个 残略分解的一个视角 并不是 无脑 进场无脑去追高的 好 那么我们再结合 个股本身 例如说像海天威业 那么海天威业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表达来讲的话呢 上方一百十四年军演是承压的 如果说用残略结构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那么前面 它从一百六十八点位以来 一直跌到八十三 股价的话呢 是属于交战 但是它的一个主持结构 也是属于一个日线的盘整下跌 而且呢 有被辞 MICD 底背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再看它的细节 这个细节呢 从一百四第二到八十三 从三十分钟 层面来讲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三十分钟的走势类型下 而且这个走势类型下的话呢 那么它是在 末端 就存在这样的一个背词关系 那么当前从八十三的位置的话呢 它实际上走的是一个 三十分钟的线段上的发展路 为什么呢 从八十三的位置一比上 一比下一比上 一比下一比上 如果这个位置呢 给突破一下前面高点 它还是一个三分线段上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一支个股的跟踪 几点或者是机会点的一个把握的话呢 它分两类 那两类呢 从当前的一种状态来讲的话呢 它是三十分钟的线段上的发展当中 五分钟的中枢组件当中 五分钟组件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如果说从五分钟级别的 机会点来看的话呢 那么从八十三块零二 反弹 那么前面的八十三块零二呢 还是可以把它当成五分钟的背驰 一买五分钟的二类买点 五分钟的二类买点 这个位置如果说向上打出去 后面回落 和他没有被迟 后面回落了 不破这个中枢的上演 这是属于五分钟级别的三类买点 这是一个跟踪视角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向上打出去 和他有被迟 后面呢 如果说给出一个五分钟的走出的形象 或者是三十分钟线段下回落 不破前面的低点 是可以把当成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来进行 对应 就是交易一定要分清楚 有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自己就是当第一个当前是不是买点 如果不是买点一定不能买 如果是买点 那么他是什么级别的 什么类型的 那么级别 关乎的是买卖量 类型的话呢 关乎的是应对方式 列出 如果说五分钟三类买点成立了 那么后面转化呢 观察的是三买转一卖 还是三买转二卖 还是说 这是一个跟踪视角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相似上 有背词回落 又进入这样足处里面来 那么他是一个五分钟的盘整上 有背词 那么可以观察一个反向运动 如果说或者是足处正常 或者反向运动 反向运动走出来 如果说内部有背词 前提不破 那么对应的就是一个 三十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 三十分钟级别 二类买点的话呢 后面观察的一个视角 就属于 好 看他一个三人的旋转上 和前面相比 是否有背词 然后呢 就跟 好 这是海田威业的一个技术表达 所以当前这种状态的话呢 从单纯的均线视角来讲呢 它是一百十十年均线的压制 从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是五分钟的中苏组建 或者是中苏震荡中 这个位置能不能组组向上离开段 需要去观察 但是呢 咱们跟踪的一个节点 或者是分析的一个视角 一定要用级别 用买卖点的一个维度 而不是盲目的去 追 也不是盲目的这样进行把握 而是呢 一定等到自己想要的这样的级别 想要的这样的买点信号出现之际 好 这是海田威业 那么呢 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列数的话呢 像天位食品 那么像天位食品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像今天是属于 给出这样的一个涨停 那么昨天 长衣 今天的话呢 直接是以涨停反暴 又出现新的底分 但是他从历史的一个表达来讲 从68的位置 从68块三毛三 他对应的话呢 是日线的一个盘整下跌前辈池 前辈池的话呢 那么当前他从68跌到15块二 实际上他对应的是属于 不管是调整的时间 还是调整的幅度 都是相对 都是非常充分 而且呢 再加上相应的MSD底背离 所以说像这类个股的跟踪节点呢 前面是一笔上 这个位置回落呢 他没有形成形成 形成下一笔 又出现新的底分 所以新的底分的话呢 如果说后面能够观察从 低点 例如说从昨天的低点 这个位置呢 一向上强的话呢 能不能阻止一笔上 如果说呢 已经了前高的位置 如果说能够突破前面高点 他还是原先一笔的延续 如果这位置向上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他可能会组件 F分钟级别的中枢组件 那么我们来看 从30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30分的线带上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30分钟 严格意义上讲 它是一个30分钟一笔下 当前的话呢 是一个 墙底分的一个呈现 墙底分的呈现呢 那么对待这类个股的一个 跟踪 跟踪视角的话呢 可以用什么维度去跟了 如果用禅论结构的一个视角来讲 好 30分的线带上5分钟呢 走势类型上5分钟的大线带下 这个位置呢 是5分钟的线段上的发展当中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向上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后面5分钟的线段回落 不破底分的底 是可以用5分钟级别二人买点去跟了 当然用传统的一个视角来讲 可以把今天的缺口也算上的话呢 可以用以底分的底作为一个防守位 可以用 可以用这种担扬不破的视角 或者直上去跟 因为大的方向的话呢 还是144年均限的压制 这是什么 这是属于超跌反弹类的个股 然后的话呢 不管是从大周期来讲 调整的空间和时间来进行看待 就是什么情况下呢 怎么类型的一种交易方式 能够让自己相对来说 风险可控 进可控退可守 好 这是天位食品的一个点评 那么我们再来看向安景食品 安景食品的话 大家发现它的状态 从283 从时间上面来讲 从2021年的2月份 到现在的话呢 它已经是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的调整 那么对应的话呢 调整的幅度从248跌到102 股价也是腰斩之后 腰斩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种状态的话呢 它对应的也是属于前面 好 涨停 而后的话呢 给出一笔上 一笔下 这一笔下的话呢 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可以当成一个 30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今天呢 出现这一涨停板的方式 出现这场一个强底分 那么咱们刚才不管是 不管是安景食品也好 还是说呢 像天味食品也好 还是说像海田薇业也好 大家会发现呢 他们的特征是属于近期的表现 实际上是总体来讲 相比于大盘 相比于创业板来讲 是整体偏强 然后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呢 它历史的这种调整的幅度 跌幅比较深 所以说呢 当前对它的跟踪视角呢 就是近期 对于市场本身的一个定性呢 是属于超跌 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定性 那么对于具体的个股来讲的话呢 一定是把握近期 从量的来看的话呢 是股性开始转活跃的 从它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来讲 是属于调整的时间和幅度相对中段 那么根终的节点的话 例如说像安景食品 如果说像把握 把它作为简约处理来讲 日线一笔上 日线的一笔下 把这位作为一个三成的级比二的买点 来去看待它的修处条件就是 前低102的位置 如果说你有五分钟的一个节点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底分之后 我们来看 从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的话呢 当前它实际上是一个五分钟中的组件来进去看待 如果说向上能够突破前面的高点对比 是否触发被迟 有被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等一个 等一个五分钟组织类型回落 好如果说呢 现在没有被迟 那么观察是否触发五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好 在那简约处理的话呢 一旦可以用 把底分的底作为纠缩条件 然后呢 用单阳不破的视角可以这样去跟 好 这是对于安景视频 那么做一个总结的话呢 总结就属于当前 对于大盘来讲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实际上还是属于超跌反弹 而且的话呢 从五分钟角度来讲 它并没有触发被迟 没有触发被迟的话呢 这个位置不能 不能认为它就一定止跌了 但是呢 从主观的视角来看的话呢 可能在2800点附近啊 是一个 从长周期来讲的话呢 是一个 底部区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从历史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是属于从998点位 然后历史的历次的低点连线 在2800点一带 这个位置呢 有较强的支撑作用 但是呢 从客观的长连结构表达来讲 一定要观察 触发相应的被置疑点 才是一个技术的判断 那么从具体的板块的话呢 像食品饮料 对应的 对它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是属于它前面的调整的幅度 然后呢 再加上前面 MACD 底部离 再加上当前的一种表达来讲的话呢 就是个人认为呢 更值得进行 跟踪 那么跟踪呢 节点的话呢 那么还是遵循 交易节奏 遵循买卖点特征本身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对于大盘来讲的话呢 那么最起码先观察一个五分钟的走出结构和被吃 然后呢 对于食品饮料的话呢 那么具体的个股具体进行分析 但是也是要 遵循 买卖点本身 级别本身 级别关乎买卖量 买卖点本身的 会应对的方式 在大的行情环境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再加上本周结束临近五亿 整体来讲的话呢 还是适当的保持克制 即便呢 前面有空仓的 有减 有减持的 那么呢 想要去把握一定也不要 过分冲动的去 一说哈的方式 而是什么呢 选择好方向 选择好个股 结合相应的被吃的基点 有条不紊的去把握 因为呢 假期 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 内容 只作为技术交流经验分享 不说买卖一句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